大家好,今天我有一個牌和順風 順風有些很特別的牌在裡面 我一會告訴你 好,我想你幫我拿著一塊牌 然後幫我派一塊牌出來 派一塊牌出來 好,至於派多少呢 由你決定 派到中途你認為 你覺得夠的話,隨時可以停滯 夠了嗎?OK,剩下的 好,剩下的我們不需要用它 好,你派了這麼多牌 我想幫我拿起你派的這裡 拿起你派的這裡 然後幫我平均把它派成兩個 平均波呢,把它分成兩個 OK,好,你派了這麼多牌 然後你把它平均波成兩個 然後我們看看最後停滯在面頭的牌 是什麼 好,我們有一隻街鑽五 和一隻梅包七 好,順風裡面有幾隻沒有特別的牌 有幾特別呢? 它們特別容易受其他牌的影響 什麼意思呢? 就是,例如我把一隻街鑽五 放在那裡 好,然後呢 這塊牌 就會整個都變成五 但如果我把一隻 牌遮住它 再把這牌遮住它 發生什麼事呢? 我把一隻 紅色的街鑽五 放在它那裡 整塊牌就會變成 紅色的牌 但如果我把一隻 黑色的梅花七 放在它那裡 黑色的梅花七 放在它那裡 發生什麼事呢? 整塊牌就會變成 黑色的牌 可能到現在 你有一個疑問 如果這兩隻牌 都不在這牌裡面的時候 這兩隻牌 都已經連在這牌的時候 那這幾隻牌 會發生什麼事呢? 我告訴你 這幾隻牌 如果我把牌撈亂了之後 它們就會撈亂了 知道嗎? 即是撈亂了就會撈亂了 沒錯 如果我把這幾隻牌撈亂了 它們就會撈亂了 這些牌撈亂了 poner message 員牌撈亂了 drafted 全て 就可以P mer involunt 不用叫 加 forte